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記得按訂閱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我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我是花之丸 這一集呢來介紹一些小技巧的分享 還有防守的小細節跟遊戲機制上的判定 那盡量是不要跳過啦 否則你會錯過什麼重要訊息 你再來問呢我就會貶你 那接下來先從第一個開始跳球的時機 這個遊戲的跳球時機其實還蠻簡單的 很多人會說連按投籃鍵那或者是怎樣的 但是我一律推薦一個跳球的方法 就是壓住你的投籃鍵就好了 把你的投籃鍵壓住呢 其他就會有整個球員的基礎能力來判定 那個那個跳球權是誰的 所以跳球這方面很多人在問 你只要將你的投籃鍵壓著就好了 你不要去一直去點你的投籃鍵 因為在你點的過程中是會有間隙的 搞不好那個間隙呢 就造成你原本跳的人變得跳不贏 所以我一律建議你搶 我們的跳球的時候 直接壓著投籃鍵就好了 其他就要給球員屬性來判定 那基本上就是跳球的一個小訣竅 分享給大家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這個遊戲 超級的時機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呢是在敵人爆船的時候 是你超級的好時機 例如說我現在傳給這個小柯瑞 那小柯瑞回傳給我之後呢 他的站位比較遠一點 假設我在很遠這樣傳給他 他會產生這個爆船 爆船一爆船 他手拿球落地的瞬間就去超他 這個是一個超球的絕妙時間點 注意看喔 你超 如果你看到這種爆船 球落地就按超解 這個超解呢 有很高的機率可以超解成功 那這是超解的第一種使用方式 你像他有人這樣爆船 他落地你就下超解 這是第一種超解的小技巧 那另外一種呢就是撞停超 這個遊戲很特別 他在突破的過程中是沒辦法超解的注意 只要你那個角色是按這種突破鍵的時候 是絕對不會被超解到的 那什麼時候會被超解到呢 在你帶球很久的時候呢 你的頭上這個球會變成紅色 他會寫異獸超的時候 或異獸足的時候 代表是比較好超的時間點 那另外一種就是撞停 撞停超也是一個方法 例如說我們拿這個 布克來做示範好了 這個是一個布克 那我們用一個撞停超的方式 示範給大家看 在防守的時候 大家一定都會看到完美防守這種人會出現 那在你防守的時候 如果出現這種完美防守的撞停出現的時候 撞到你就下超解 會有比較高的機率超解成功 那最好是出現這四個字的瞬間就按超解 會是一個比較好超到的方式 我們就拿這個布克來練習 撞停就可以超到看 那有時候就可以超到 這個比較好 分享給觀眾三種 適合下超解的方式 撞停超 那這個比較好超解到的方式 分享給大家 那以上就是這個跳球跟超解的一個小技巧教學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這一集的最大主題的 請大家不要在這裡跳著看 因為這邊每一句話都很重要 會影響你後面的學習 你敢給我跳過再來問我一定會開扁 首先是這個遊戲的機制判定 這個遊戲的投籃判定很特別 很多人都會想踩到敵人臉上 但是卻不會出現干擾 是為什麼 因為這個遊戲很貼近於現實 貼近於現實在保什麼 先跟我講一下這個遊戲的防守甜蜜區在哪裡 大家可以在這個畫面看到我的滑鼠 這個是一個角色的扇行範圍 如果你是玩過其他兩棟遊戲的玩家 你一定會站在這個扇行外面的位置 但這個遊戲的防守甜蜜區並不在這裡 它真正的防守甜蜜區在於這個中間 這個扇行的中間這一段還是真正的防守甜蜜區 不要去摸到這個小弧形 盡量是踩在這個小弧形跟扇行邊緣中間 是最好最好的防守地點 那等一下會跟大家說明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這個遊戲有個判定方式在於 它的干擾是出手的瞬間 只要這個判定區域沒有人 那就是空位 並不會你後來再去踩到 然後會有干擾 我們以這一球開球示範給大家看 敵人的步客拿到球之後 做了個突破 那這個時候它的扇行是所謂的藍燈 就是沒有人干擾的情況 它會做一個接球突破 注意看 突破 這個時候它出手了 有沒有 出手的瞬間人物是沒有在這個干擾區的 那這一球就會判定是空位 它不會是一個干擾 那雖然這球沒進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這個遊戲的語音來知道 這一球是空位 注意聽喔 你看三分球機會 所以它是一個判定的空位出手 所以呢也就是說你在防守的時候 你如果在投籃這一拍 你沒有踩到干擾 代表你是防守失敗的 你即便後面這樣走過去 好像有摸到干擾 但是球已經出去了 它的判定已經結束了 所以這一球才會是空位 那這是很多人一個防守上的迷思 那我們利用這個防守的一個細節 來告訴大家 這個進攻該怎麼打 我們稍微切換一下這個自由練習 我們把人物換成這個布克 然後把敵人給叫出來 然後你們就會明白一件事情了 很多人為什麼布克玩的不好 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什麼時候該出手 他們突破完之後呢 不知道自己已經可以出手 例如說我現在接到球 紅燈出手 那你就會被干擾 那什麼時候可以出手呢 正確說你只要在突破瞬間 看到對手 是顯示這個沒有紅色的燈的時候 這個人鐵太死了 這個電腦太強了 沒辦法 你看永遠都是紅燈 那就是不適合一個出手的位置 但是如果你是接到球之後 你把敵人給甩掉 出現的是綠燈 那你代表你這球呢 是成功的投出一個空位 那建議是以這個扇形的燈號來判定 不過這個對手他媽的太強了 沒辦法 我們把對手拿掉吧 這個突破之後呢 如果這個扇形是閃綠燈的話 那代表出手呢 是空位 像剛剛那個紅色的投籃那樣 不過因為這個遊戲的電腦 真的他媽的嚴太死了 導致於每一球都沒辦法空位出手 所以呢 你防守的時候 最好是踩在我剛剛講的甜蜜區 會是一個比較好蓋到火鍋 跟比較好給到干擾的位置 那以上就是這個干擾區的機制判定 還有投籃的判定上的說明 那大家開始明白這遊戲的機制判定呢 來教大家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這個防守懶人包教學 而這個機制判定呢 只有兩種可能你會被蓋火鍋 在你綠燈的時候被蓋 一種是你遇到詹姆斯 或是胡里奧這種會追過來的 然後有270度以上火鍋技能的角色 才有可能從 沒有被判定干擾的情況下 被扒到火鍋 那再來就是這一集的重頭戲的防守教學 很多人在上一集看完這個教學後呢 還是會有蓋不到的問題 那跟大家講一下真正的原因 很多人在蓋這個 這個訓練模式我講過了 他會教你正確的站位 正確的位置 正確的帽子都可以給予你練習 那很多人在微調上就會出現問題跟死 因為他會站不好 站在錯誤的甜蜜區 然後就很難蓋到 我剛講過甜蜜區不是在扇行外嗎 所以如果你一直站在扇行外 去防守布克的話 那你永遠就很難去做一個正確的防守 你很容易蓋不到 那正確的甜蜜區你只要站得好 就是我剛講的這個位置 這個中心點的位置 你只要站得好 你就會自然而然很好蓋到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方式呢 是很適合新手的方式 但是我建議大家可以練到不用開這個模式 因為這個模式有缺陷 他會自動幫你的人物鎖到這個甜蜜區裡面 但是也會造成如果你遇到擋拆的時候 別人會更好擋 因為別人會知道你會跑去哪裡 可能大家不懂我的意思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這個東西 設定裡面有一個叫做自動防守 你如果把他打開按對位的話 會有一個蠻適合新手的防守方式 他叫做自動跟防 那這個東西有點缺點在哪很明顯 在於你在敵人的扇行防守 你只要壓住丁防鍵 你看我手是沒動的 他會自動自動去校正你的位置 例如說我現在離這個扇行這角落 我壓著他就會自己跑過去跟到這個對手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防守不好的玩家 你可以利用這個小輔助 讓你的人物轉到正確的位置 再跳火鍋 會是一個相對簡單的防守教學 那像是這個你不太會守布克 你就可以壓著 等到他突破完 冒點對了 該火鍋 那就簡單多了 那為什麼我之前不推拿開是因為 你看喔 你就算按著丁防 那會玩的玩家 當然就知道你這個丁防走的位置 那他就這邊卡位擋拆你 所以這個東西要在正確的時期點壓 那這個東西如果你按方向鍵的話 他是不會觸發自動丁防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測試這種方式 如果你按了方向鍵 他是不會自動到甜蜜區的 但是這個東西好用就在於 很適合各位新手 你走過去 位置不好 你就壓著 然後等到鍋點出來 蓋火鍋 欸 早上就練習成功了 這個是我蠻推薦 如果你遇到那種 因為現在約機器出現了 會導致於很多人需要一手一 那很多人就會有這種防守上的障礙 幹 我又要微調 我又要被鍋點 靠腰怎麼肯 他媽有辦法守 這遊戲不玩了 根本守不滿 那就是因為你沒有打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之前 不加要開是因為可能會有檔拆 那現在的META比較偏向於一手一 一手一一手一 所以這種情況下 這個功能就會做很大的一個實用 那我再做一次示範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用這個方法去練習蓋火鍋 我相信你會成為一個很好的籃球手 首先站到位置上 盯防壓著 他會走過去 鍋點到了 蓋 就這麼簡單 你照這個方法去練習所有招式 你就可以輕鬆守住這個角色了 那就是為什麼 之前我認為這個布克很強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沒有開這個 那後來發現他們都開這個來作弊防守之後 我才發現 原來這角色這麼的好防 基本上就是 練習鍋點 然後讓電腦自動去幫你校正就好了 因為布克本來打檔差也沒有很強 所以你玩布克不會到檔差角 但是你遇到Curry的話 就很容易被檔差撞到 所以這個方法我非常推薦給大家 相當好用 這個佛心遊戲 如果你對於你的站位很容易出問題 或是微調容易出現失敗的時候 我很推薦這個 再說明一次 這個自動跟防 你把它打開 然後選擇對位區 那在你到敵人的扇形範圍裡面的時候 你壓住盯防 把方向鍵放開 你的人物就會自動踩在真正的甜蜜區上 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這一期 蠻重要的一個防守技巧教學 謝謝大家今天觀看囉 掰掰 因為你現在已經發現了 你現在心裡有什麼 做法 你很容易跟著哪個 你會想到哪個 你當時你 Hola 你拍過